年底九合一选战就快到了 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 许多候选人纷纷成立竞选总部 选战越打越激烈 台中市北屯区清明党籍的 司议员候选人邱于山 2018年9月30号上午 也选在北屯区民俗光源广场 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有将近一千多名支持者 前来参加 场面相当温馨热闹 清明党主席宋楚瑜 也在十点左右来到现场 向大家推荐邱于山 宋楚瑜也强调 目前台湾不管在政治 经济方面都非常不理想 清明党有三大主张 希望能够找回台湾的优势 一 就是 稳定的两岸关系 是东亚安全和平 非常重要的基础 二 那就是 我们在台湾所坚持的民主自由的价值 是台湾未来生存发展必要的条件 三 国家利益高于政党利益 宋楚瑜也强调 邱于山在上一次的市议员选举当中 虽然以八千多票的成绩高票落选 但是四年来 邱于山再接再厉 不断的抽拾自己强化竞选服务团队 也提出了市民觉醒 与民同心 繁荣台中的九大政见 邱于山也在宋楚于全城的带领之下 一一跟在场的民众握手之意 并且上台说明自己的政治理念 争取选民的支持 邱于山还带领在场的民众 高喊宋楚瑜选总统 让气氛嗨到最高点 邱于山在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中也表示 目前民众普遍对政府施政相当不满意 整个台湾的社会环境也在逐渐恶化 他希望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民众来做事 带动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 邱于山还联合宋楚瑜跟地方人士 一起挥舞战旗 敲响战鼓 宣告当选必胜的决心 记者丑文旭 肖又金海中报导 素丝 一 一 二 六 三 一 一 二